大家好,我是老莫 有朋友说老面烧饼做的有问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详细的技巧 先看一下这里是咱们提前弄好的老面 也就是头一天活好的死面发酵了一晚上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大概200克 全部拢到一块之后,先放到一边 再准备150克普通面粉 然后准备4克白糖 这个糖量也可以再加一点 再准备1克酵母 因为那块老面是自然发酵的 所以它发酵力比较弱 加上一点酵母会快一点 然后准备水90克 和好的这个面一定和老面的软度基本一致 之所以让两个面团的硬度一致 是因为软面的状态下它的发酵会比较快 这样就不需要二次醒发 然后咱们和成团之后 直接把两种面团揉到一起 这次揉面的时候一定要彻底揉透 如果这次揉不透的话 它的发面状态很可能不一样 有些地方发起来 有些地方发不起来 如果是那种状态的话 咱们做出来之后 它里面不会松软 直到把这个面团揉到表面光 不会粘手 就像画面中这样的状态 就OK了 同时大家要切记 揉面的时间不要过久 因为你越揉的久 它越粘 这样面团咱们就和好了 和好之后的面团需要一次发酵 咱们用保鲜膜封起来 防止表皮风干 因为里面有老面 还有酵母 它的发酵时长很短 基本上在20分钟之内 就能发得很好 准备食用油 15克 然后加上13香 盐 这个盐味一定要找到好 再加上一些鸡精 然后准备25克面粉 先把这个油酥的状态 调得稍微稠一点 这样它里面就不会有干粉块 然后再加入10-15克油 搅拌开之后 就像画面中这样的丑度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过稀 稍微丑一点 这个面团已经发好了 大概发酵了20分钟不到 发好的面团状态非常软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咱们撒干粉的时候 一定要多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贪软 很黏 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注意 咱们在揉面的时候 这干粉量一定不能缺 就像在街头咱们看到的那种烧饼一样 面都非常软 揉面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大把大把的撒面 因为这种面团不需要揉的特别光 只需要让它表面不粘手 容易操作 揉好之后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用刀从中间分成两半 稍微搓一下 直接就可以下剂子 这个剂子大概100克左右 咱们在家里面就不需要讲究大小 咱们做好剂子之后 像这样给它放在手上压成皮 一定要稍微有一点厚度 然后用油酥之前要稍搅拌一下 接着用一个小剂头 在上面沾上油酥 这个油酥量呢 一定不要太少 上面也一样 也要抹上一点 这样方便它分开 做好之后呢 它就是鼓鼓的一个状态 然后包的时候呢 只需要包盐 不要漏气 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没什么太多的技巧 多余的部分呢 去掉就可以 这样一个烧饼坯就算完成了 其实呢 难度是很小的 后期咱们只需要在上面刷上蜂蜜水 或者是直接摆水 然后沾上芝麻 就OK 沾了芝麻之后 像这样用手按扁 按好之后 保证一样的厚度就可以 这个呢 稍微薄一点厚一点无所谓 咱们用家用烤箱制作 它的温度是上下火都是220 预热10分钟 如果是用炭炉制作 咱们直接底部沾水 贴上去就可以 烧饼入炉之后 还是同样的温度 烤制时间 12分钟 煎千万不要太久 烤好之后 直接取出来 刚出炉的时候 表面硬硬的 吃的时候脆脆的 稍微放一下呢 它这个松软度就会出来 另外大家要注意 在烤制这种烧饼的时候呢 火力千万不要过低 切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状态 像这种烧饼呢 咱们做好之后里面也可以加上菜 因为它中间有个空心 吃法上是非常的丰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状态 稍放一下呢 是比较松软的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